原来溥仪根本没有吹牛 他与生俱来的帝王气场 即便是日本人都得礼让三分 这段拍摄于1936年的珍贵影像 记录了溥仪前往长春 为维满洲执政权过程 此时距离清朝灭亡已有24年 溥仪也从往日的真龙天子 沦为了日本的傀儡 镜头中的他们正被一众汉奸 以及日本人的拥促下 走出吕顺对翠阁宾馆 前往火车站 乘专列直奔长春 为维满洲国执政 完成其复辟清朝的梦想 当镜头拉近 我们可以瞧见 皇后宛容紧紧跟随溥仪左侧 后方则是三位日本侍女 他们是日本安排在其身边的探子 监视着宛容以及溥仪的一举一动 镜头一转 溥仪一行人成功抵达吕顺火车站 在踏上专列后 溥仪更是罕见的脱帽 向一众汉奸挥手告别 在经过长途跋涉后 溥仪的专列火车终于抵达长春火车站 十年三十岁的溥仪 立即展示出无与伦比的气场 昂首阔步走向一众日本高层 日本不愧为菊花雨刀的民族 此时的溥仪有着极高利用价值 于是所有日本高层 均对溥仪给予极大尊重 这也使得溥仪更加坚定认为 大清王朝复辟政绩 在越过长春外卫的仪仗队后 溥仪乘坐着汽车 驶入了原长春集长道公署 并将这里设为临时政府 溥仪在下车后 昂首阔步向维满洲政府走去 一众大清旧臣早已恭候多时 他们纷纷跪地向溥仪三口九拜 溥仪则是右手一挥 示意众臣勉力起身 从这些细节不难看住 溥仪即便成为落魄天子 排场依旧十足